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的还没有打完 是吧 一共应该是四轮吧 我们大概现在进行了一半 我们看好 这是第一轮的比赛 我们的对阵对手是以前跟我们练习过的小K同学 大家应该还记有点印象 是吧 好 我们首发的是Mountain Locked Off 他首发的是Wigglytuff 这个我们Mountain肯定是打不赢的是吧 这个还不存在break point的事情 这个Mountain打Wigglytuff是比较差劲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哦 后面有B9在后面准备着 这个还是在版本更新之前 这个放大招还是以以前的方式 还是这种拼命的死案的这种方法 为什么这是以前录的我一直没有解说 因为我想着等Tourman完了 但是这个线上的Tourman进行的时间非常的长 因为大家时区经常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这个比较慢 干脆就先说说看 好 这回我们因为首发被抓 所以我们扔出的B9 碰上了Hard Counter 这是比较难打的Forest 是吧 但是不要紧 我们说过有一种说法叫Sacrifice Swap 还有什么Switch 总之我这个B9就是把它扔去牺牲了的是吧 那肯定是没啥希望的 输就输 但咱们只要输的有尊严 把他打残了 同时把他能量也逼出来了 是吧 我觉得那个B9跟那个小草同学不一样 那个大毒草碰见了Forest 你是逼不出他的能量的 他可以用小招就把你吃了 是吧 但是我们的B9还是可以挣扎一下 逼他把能量用出来 好 我这一个SCAG tag是在面对WeeklyTough的时候攒的 他肯定会挡 因为他涨了那么多能量 是吧 他不挡肯定是亏了 好 他也没有涨那么多能量 是吧 我觉得他是可以让他的B9去掉的 因为我把他能量逼出来过 他结果不甘心 让他的这个Forest就这么去了 所以他丢巢 我丢了一个大刀之后 却被我用小招给吃下去了 那这样的话 我现在LogTough 我的Mountain就不再是一开始对着WeeklyTough的Mountain了 咱们联放两个SCAG tag 是吧 看你受不了 一下子 然后直接就换人了 咱们不给你吃了我Mountain机机会 你反正这点血 直接上我的这个 这个大猩猩把你给拍死 同时给大猩猩攒一点能量 是吧 当然我们攒能量 我们的血量上是有劣势的 毕竟他那个小招Charm的伤害是很大的 现在我还多一个盾 应该是能够把这个大猩猩给搞死的 因为他毕竟没有盾呢 我这挡了之后 我再一个BodyStand他就飞了 是吧 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还成功的pigback了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成功 感觉没有挥手的动作 好 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只剩一个残血的WeeklyTough了 他还留了能量一个大招Ispin朝我打过去 但是这都雨时无缚 还没把我打死 好 这把我们在首发不利的情况下 是吧 通过一个sacrifice switch把我们的B9扔出去 B9扔出去 一个是B9的小招对WeeklyTough的伤害很大 他是换的慢的话 会被我打掉相当大一部分血 第二是P9面对Forest的时候是可以挣扎一下子的 是吧 然后猫腿云再回来在Forest上攒了能量 再反杀WeeklyTough 这一套祝核拳打得还是不错的 好 这是第二场 我准备调整一下阵容 是吧 这个还是不调整就这三个 这是刚才我用的三个 猫头鹰 大猩猩加B9 这个前三个 看来我们这把还是要用同样的阵容 在这里停留了好久 咱们一直在思考 是吧 好 就思考的结果是调了一下顺序 我们是B9首发 大猩猩第二 那个猫头鹰第三 这样首发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B9被抓了 咱们马上换上大猩猩就可以了 因为大猩猩抓B9的也一般是打不过大猩猩的 我们换上大猩猩 他即使换上大猩猩的counter 但是我说过大猩猩只要有一定的能量 在前面很多counter就扛不住了 是吧 因为大猩猩基本上在江沟猩猩没有hard counter 好 咱们B9扔出来对阵他的lantern 这个在有盾的情况下B9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在一个盾的情况下 还是两个盾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这个XCISOR朝他身上招呼就完了 我们还是等了一下 让他以为咱们是这个slug bomb 好 咱们XCISOR看他挡不挡 他挡还是不挡的无所谓 他不挡呢 反正咱们也是用一个盾挡他的sanderbolt 因为他sanderbolt的威力比较大 哎呦 只好他玩了一下花招来骗我们一个XCISOR 不过他换上的是岩石怪 咱们XCISOR打的岩石怪身上是正常的伤害 不存在完全被骗 然后咱们再换上我们的大星星 用小招将岩石怪收拾掉就可以了 结果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让他放出了大招 咱们肯定是要用一个盾的 这是不要紧 咱们用了一个盾之后 却身上的能量是满满的 迟早他要把他的盾交出来 好 他换上了B9 我们来一个鲍尼斯坦 应该可以放三个鲍尼斯坦 我觉得那是至少的是吧 一个鲍尼斯坦 一个盾交出来 接着再来一个鲍尼斯坦 连续放两个鲍尼斯坦的好处是可以有机会 cancel他一个小招 是吧 他没法在那个pkbank我们 好 我们两个鲍尼斯坦完了 他这个XCISOR咱们挡还是不挡呢 我想想一下挡了 我其实不该挡 他应该是杀不死我们的 因为他只要杀不死我们 咱们再可以给他一个鲍尼斯坦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没必要浪费这个盾 是吧 感觉有点亏 好 那这个我们把盾用掉了 然后他应该是没法用小招搞死我们 是吧 应该用我们的那个鲍尼斯坦已经好了 他用大招搞了我们 他身上也没有能量了 我们的猫头鹰这直接可以把他生吃了 是吧 好 但是大家注意这时候贯能裤装已经到了 他这个玩的非常漂亮 他把他有能量的LANTON扔了出来 直接按住大招 我还没来得及换 白白的吃了他一个Thunderbolt 但是我们也赶紧换上我们的B9 是吧 然后他LANTON水枪对我们伤害比较大 我们已经被他骗了一个XCISOR 但是LANTON在能量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我们的XCISOR出手终于把LANTON干掉 然后他再扔出他的B9 我们两个队咬的结果 他以一丝血的情况放出XCISOR将我的B9给搞死 但是咱们的猫头鹰还活着 是吧 我们这样还有这个20%血左右的猫头鹰 把他的B9给finish了 这把其实打得挺精彩的 大家换人的都是眼花缭乱级别的换人 但是我没犯什么错误 他在那个首发不利的情况下 他玩的那些花招都是非常正确的 这是那个首发不利的小翻盘 你就得好好的换人 那个通过能量的技能的运用 让他成功的让他的Standardbolt打到我的猫头鹰身上 这已经是做的非常优秀了 但是我也没有犯什么错误 是吧 没有让他把这个劣势给搬过来 所以第一轮我们250那个脸过了小K同学 好 第二轮的对手是我们这个咕噜里面排名最高的这位选手 是吧 他名字怎么读音啊 Belarami BL同学就叫了BL吧 好 既然是高手 咱们得小心了 我的纠结 我每次对真的纠结就是在于用不用Weekly Tough 我的想法是一上来 咱先不用Weekly Tough 然后让别人以为咱们不用Weekly Tough的时候 咱再把Weekly Tough给换上 好 这里我的阵容没有出来 是吧 但应该是选择了我们首发选择了Golan 对 他是有小吃怪的 Golan对上小吃怪 我觉得他可能是以为我要用Weekly Tough 所以用了小吃怪 但是小吃怪面对这个Golan也并不吃亏 在一个盾的情况下咱们是打不赢的 但两个盾零盾咱们是打赢的 好 他能上他的Weekly Tough 你看这又是麻烦 我没有Hard Counter 我们的这个Vanessa上来的比较慢 上来的比较慢 我用Vanessa没有用那个Begio的原因 也是因为Vanessa对小吃怪 比那个Begio对小吃怪要强一点 好 咱们既然能量落后就一定要Piggy Back 一定要Piggy Back 所以咱们能量好了也没有放 等他第二个Body Slam的时候 咱们Frenzy Plant的Piggy Pack应该是成功了 然后他肯定是要挡的 然后我们第二个Frenzy Plant肯定是出来的 但是他在这么多血的情况下 他既然是高手 他肯定知道他要用两个盾 是吧 然后用了两个盾的结果 我也模拟过 我当时记不起来 我在他几下Counter的时候换上了 但是结果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我没有能够按出Frenzy Plant 他甚至没有用Body Slam 直接用小招就把我给搞死了 这下子我亏大了 然后这里我放了一个错误 他既然身上有Body Slam能量 我们应该是放上岩石怪 因为岩石怪是克制Body Slam 而不应该放上我的大猩猩 这样的话使得我的大猩猩 一个是号叠盾 一个是挨了一个Body Slam 如果我用岩石怪的话 我生吃两个Body Slam都不要紧 还可以save一个盾 好 然后这时候他扔上他的Vanessa 我大猩猩身上有能量 但是已经没有盾了 在没盾的情况下 你即使有能量优势 你也是打不一定Vanessa 你看这高手 他对这个盾和能量的掌握 那就是比我的理解要深刻一些 是吧 所以我首发岩石怪实际上是有点错误的 我应该首发Vanessa 一定首发的最好是 能够克制对方的大猩猩的是吧 因为对方能够逼着你 是Vanessa或者B9换的 对方的宠 一般是打不过大猩猩 你可以把大猩猩换上来 就像他这把对我做的一样 他这把小石怪对上了我的这个高人 是吧 然后他优先甩上他的大猩猩 这样取得能量优势 因为我没有hard counter 所以说眼睁睁的看他 把这个不利的手发给流转了 这就是实际上这是我的失误 下次首发最好不要首发眼神怪 要么首发那个小草 要么首发大毒草 要么首发大黄蜂 对BL大佬的比赛我就放了一把 后面我是输掉了 我是1比2 后面搬过来一把 后面又输一把 但主要是首发的问题 没有第一把这样的他先坏人 去流转局势这么的激烈 好 那么下一轮我们对阵的 周逼粗 就好像是个亚裔听这个名字 小Z同学 他是他积分仅次于 现在BL的也是一个高手 他们同样抱着学习的心态 这个网上tourment 我是选择那个upout 我们使得这比赛的结果 对我的积分影响很小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网上高手多 咱们争取打克里夫兰的 将冠卡夫的时候 咱们把那个积分影响挑到最大 是吧 这都是小九九 好 这一上来我研究过 他有一个dark stocks 这个confusion的飞蛾 所以我估计他会首发 他们也成功的猜对了 咱们猫头鹰抓住他的飞蛾 他马上换上他的猫头鹰 那这样的话 他换猫头鹰的话 我的猫头鹰肯定是要留着对付他的飞蛾的 因为我后面两个都打平他的飞蛾 是吧 我们选择换上了我们的这个 打猩猩 打猩猩拍死猫头鹰 在有盾的情况下 这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打的sky attack 咱们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挡 这个sky attack 对我们的伤害是很大的 好 咱们pkbank不知道成功了没有 好 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已经更新了 看见没有 这是 这是新的 这个大招释放方式 咱们还是搞出了一个excellent 当然 我们在搞出excellent之后 他又挡了 这是悲剧 好 第二个sky attack 我们想着就不挡了 就应该用一个盾 他估计会用两个盾吧 咱们先不好说 咱们没有挡到第二个sky attack 但我们pkbank失败了 因为他放第二个sky attack 的时候我们的鲍利斯坦还没好 是吧 毕竟他是有一定的能量优势的 好 结果发现他他基本上投资了两个盾 那这样看来他是誓要 杀死我们的大猩猩 那流转他在这个 这个对阵上的烈势 那怎么没办法 这一个是我们鲍利斯坦已经好了 第二个 我们不能让他如愿 不能让他这么流转换人的 这个对阵的烈势 然后我们也搞了两个盾 争取这个鲍利斯坦一定要是excellent 因为他已经没盾了 好 我们成功的打了上去 争取用小招把它给收拾掉 然后再来一个鲍利斯坦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好有可能 看是我们只有医学了这个鲍利斯坦 能放出去吗 看见没有没有放出去 他Lanton一扔出来我们就去了 好那既然他是Lanton 我们只能上B9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盾了 B9对Lanton没盾的情况下是不好说的 好 他换出他的儿子想confusion我们 结果我们也很快的扔出了毛铃 哎呦 结果我们好像这一次这个pattern变了 咱们只打出了一个great的伤害 当然打了没办法 好 不过这样也并不是坏事 咱们剩下应该用小招把它分离洗掉 就够了 但我这里又犯了个错误 是吧 咱们碰了一下这个大招 这个sky attack 那这样的话 咱们在吃掉这个slug bomb之后 不得不放出我们的sky attack 这绝对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根本就用不着 是吧 因为这个鹅子防御比较强 它的攻击比较小 大家看到它的那个slug bomb的威力多小 咱们可以完全有可能连吃两个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对阵Lanton的时候 能量就没了 我们争取在10前 能不能放一个psychic 放出来一个psychic 好 但是Lanton却在我们身上farm了相当多的能量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积极了 我们还只打出来一个great 当然即使打出x也没有用 只要打不死 我们就输了 因为这个lanton已经涨了足够的能量了 他这个面对着我们的b9的一个hydro pump 我们的b9就完蛋了呀 大家看见没有 当然如果我们选择在我们选择在那个儿子身上攒能量 有没有机会打出两个psychic也难 打出两个sky attack肯定也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翻盘都不好说 总之看这把 这对方小Z同学在不力的开局的情况下 通过换上猫头鹰 然后烧掉两个盾 将结果流转了 大家发现lanton这个宠物在没有盾的时候 他是非常恐怖的 他那个b9对lanton有盾的时候b9赢 没盾的时候是lanton赢 这把已经向大家展示 这个lanton在没盾的时候的恐怖性 那看来通过这把我们对江沟卡布的理解 可以得到一个提升 是吧 我们可以用那个大猩猩或者用猫头鹰 这两个哪个都可以去烧掉对方的两个盾 然后我们在这阵容里面可以留下一个像lanton这样的 在无盾的情况下威力大增的 还有一个叫Forest 这两个宠物在有盾和没盾的情况下 他们的表现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总之这一次通过这次失败像高手学到了不少 然后对阵小Z第二把就不放了 第二把咱也输了 也是因为那个首发不力没有这把精彩 总之在这个线上的比赛 咱们有点灰头秃脸 不过这也好啊 这都是学习的机会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点这个风格口味的变换 那这一些黄昏碑的视频练习是吧 为什么跑到黄昏碑 黄昏碑叫Twilight 那是因为八月份已经 那个七月份已经过半是吧 八月份的主题已经公布了 八月份的主题其实很有意思 叫那个名字叫Mirror Cup 就是镜像杯 这镜像杯啥意思呢 那就是所有一月份到七月份中间 所有的cup里随便选 就是相当于你的local的 像我们克里夫兰那些组 可以随便在之前的cup里选一个 那个网上线上那些比赛组织者也可以随便组织 重复组织一下以前的cup 我是从那个梦魇碑开始打的 看我视频知道 梦魇碑 Nightmare 还有那个彩虹碑Rainbow 现在是Jungle 这三个杯我是打过 之前的我都没打过 之前还有好多 一月份到梦魇碑 梦魇碑好像是六月份的吧 是吧 还是五月份 梦魇碑是五月份 那前面还有四个杯 一到四月的杯我都没打过 是吧 那个黄昏碑就是其中一个twilight cup 但是这种以前的cup呢 却有了新的变化 大家知道现在有新的更新新的技能 尤其是charm weekly tough 这种那个这个纤细小招charm的引路 是吧 还有那个community day 这就是昨天 刚刚那个swamper的有hydrocanon 这种技能是吧 可以说是对前面的一些杯 发生了重大影响 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个梦魇碑 现在已经非常不平衡了 因为charm的引路是吧 但是据说最平衡的是这个黄昏碑 在我们线上八月份一开始 他们就会先重打一次黄昏碑 所以咱也赶快准备了这六个黄昏碑的 黄昏碑的要求是那个暗黑 dark 然后是毒 poison 然后是鬼 ghost 还有一个是先fairy 这四个这四个类型都是可以实用的是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这用的是这六个虫 但是现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虫 但我初步确定就是这六个虫 作为我黄昏碑的主力 好我们开始黄昏碑的练习 对手是这个bellyman boy 这个他的水平一般 但是他却老是很有时间 老在网上说有没有人要打呀行 正好咱们出订黄昏碑 所以决定参加黄昏碑就找他先练一练 我们的阵容并不是我展示的六个人 这练习的中间我想用一下纤细的那个charm的那个技能 是吧 但纤细在黄昏碑不太好混 因为毒虫比较多 好咱们看这个我们的首先 首发的是这个蝙蝠是吧 这个蝙蝠有shadow ball 这个技能还有一个pong的放 一个毒一个鬼他技能都有 本身他是这个毒飞属性是吧 好我们来一个shadow ball 咦果然他没有挡 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pong是被他克制的 他也有毒属性是吧 他估计以为我们是骗盾的 结果咱们一个shadow ball就把他带飞了 好我们的蝙蝠继续 好他来了一个这个鹅老大是吧 这个鹅老大的confusion是非常狠的 因为这个psychic这个type并没有被允许 但是他是不是抄袭 但是你却有抄袭的技能还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在twilight这个cover里面 toxic quark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吧 这个confusion杀这个toxic quark 杀的非常快 好那这样他是这个鹅老大有毒属性 那我就不能用我的那个纤细 clever ball 我们只能上了这个鬼兵属性的是吧 鬼兵属性有什么好处呢 可能这个鬼又克制毒又克制虫是吧 这个毒虫他两招 那个punson fun还是steal win 打到我身上都不是很有效啊 那我们这个呃 宾系大招avalanche 威力奇大无比 大家知道见过的都知道是吧 如果不挡肯定是被秒了 但他挡了他只有这么多血 他这么点血他可能想着再放一个大招出来啊 肯定是有能量他在挡是吧 否则他这么点血他何必要挡呢 所以我估计他是steal win 我们挡了一下 实际上不挡他也是杀不死我们的 steal win也是被我们克制的 呜呼 结果他能量还真不少 一个steal win之后又一个 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是punson fun punson fun 毒牙不挡了 好 看了告示之后咱们他成最后一个宠 咱们还有两个宠 他应该是妥妥的了 结果他上了是skantank skantank的话 skantank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是吧我们梦魇杯最大的工程就是skantank 但是他对我们的avalanche是没有抗性的 是吧 你看咱一打打他这么多 但是skantank他的毒气小招 对我们最后那个纤细 那个clever ball是有点 可能打了有点疼的是吧 咱们结果不需要我们的clever ball出场了 咱们直接这个flawless这个鬼兵 鬼兵小怪两个avalanche送他鬼席了 咱们第三个纤细的小宠都没出手 是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六人 六人组的时候没有带上那个clever ball 因为这个黄昏杯确实毒太毒了 毒太多的话 那个小仙女小仙蓝都不好用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那个毒水母放在首发 当然我们四龙一蓝带上那个小仙蓝 这个萌萌的clever ball 然后flawless还是带上了那个鬼兵 这是上一把表现出色的 好 这里再跟他coordinate 好 现在正式开始咱们的毒水母首发 毒水母面对他的scan tank应该是问题不大 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 但是我们估计还是要换的 因为毕竟咱们小招都被对方克制 但是他的大招crunchy speech咱们放了快的 好 结果他再突然换上他的这个毒蛾 想突袭我们骗我们的这个大招 但是无所谓 我们是ice spray 是吧 你骗呗 你骗了之后 你反正我们ice spray没什么威力 打了谁身上主要是靠降防御 是吧 降了防御之后咱们赶紧换上我们的阿猪 阿猪Mario 然后我们的水系小招打他身上就很疼了 但是阿猪Mario的麻烦就是他是纤细怕毒 是吧 而这个Poenix放他需要的能量是很少的 只要35能量就可以放一个Poenix放 那我们的阿猪Mario是有点头疼的 但是好在Poenix放的威力比较小 即使super effective打的这个非常硬的 阿猪Mario身上也问题不大 然后他是吃了我一个ice spray 所以他防御是下降了很多 是吧 应该是下降了33% 我再吃一个ice spray就下降50% 好 这样的话他一个Poenix放 咱们再用一个盾 基本上两个盾都用上了 然后用小招就可以把它给搞死了 结果想多了 这个Poenix放好的能量很少 他还可以再放一个 但是问题不大 我说过阿猪Mario是比较刚的 即使是super effective也要不死我 咱们认识用小招将你干死 然后留了一堆能量 他虽然多一个盾 但是咱们留了能量 足以让他把这个盾给交出来 是吧 好 我们选择用ice spray 他放上的是scan tank 幸亏我们按得快 否则的话scan tank的小招是毒 两下就把我们给咬死了 是吧 好 那个叮叮叮叮叮叮叮 一下两下还咬三下 那这样的话他还是 攒了不少的能量的 我们只能换我们的毒水母上 我们这个阵容力有两个纤细 感觉有点亏 都比较怕毒 好 他肯定是crunch 打到我身上是中性伤害 是吧 咱们准备在他身上 丢一个ice spray 然后咱们换我们的那个 纤细的用小招给干掉他 因为charm打在这个poison duck 这个抽油身上是中性伤害 咱们只要成功的给他 上了一个ice spray 咱们用中性伤害的 那个charm小招 是有可能降到带飞的 好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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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ice spray来了 然后马上换成我们的这个charm 好 这样的话 他打我super effective 但我打他中性伤害 而且他是被降了防的 所以唰唰唰 他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我们给摁死了 是吧 好 那最后他换成是这个dark加fire 这个火黑属性的这个狗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打他身上是中性伤害 是吧 因为火是克制fired 但是dark是怕fired 好 最后他在一失学的情况下 他放出了一个flamethrower 结果没把我们给烧死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 理论上的话 他不至于这么做 他有可能这个大招没放好 他的这个水果忍者的手指头 没有练熟 是吧 好 总之我觉得这个纤细 在pilot不好用 是吧 不好用 然后我这把还是靠着ice spray 这我们的纤细才勉强可以玩一玩 好 我们再接着要继续打 他们要调整一下阵容 看看这回我们换谁上 好 我们把toxic croc换上了 因为他有一个confusion的额子 所以我们在用toxic croc的时候 要非常的注意 大家知道我们最后 还是把臭诱给拿掉了 换上那个mark 是吧 那个就能mark稍微刚一点 也会ss的spray这个技能 好 但这把我们是toxic croc 臭诱加上那个阿珠马尔 好 这一上来首发有力 toxic croc抓住他的错诱 但我们要小心的就是 他换上那个额子confusion 我们是吧 好 他换了 我们得赶紧换 这换曼一步就麻烦了 赶紧换上我们的这个Floras Floras我说过 他的两个大招都是被我们克制的 而我们的招数打他身上是中性伤害 这个avalanche 这个最强的宾夕攻击 是吧 打他身上是非常非常疼的 即使不是super effective也足以够让你喝一壶 好 他们的大招估计是不挡的 不管是co win还是point放 咱们都是克制的 他选择是co win 结果发现我们虽然克制 但是也是挺疼的呀 毕竟我们这个Floras是有点脆的 好在我们又放出了一个大招 那这样的话他如果不挡还是要死 如果他挡了的话 我们虽然死了 但是却逼出他两个盾 所以我们好像一个盾都还没用呢 是吧 好 我们看看他两个盾都用上去了 将我们给搞死 把我们换上臭诱了 是吧 那肯定是臭诱是克制他的confusion 但他的co win打的臭诱是中性伤害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挡了一下 因为他应该是有足够的能量 放出co win的 好 结果我来个去 他得到了属性提升 哎呀 这下就麻烦了 好 那我们只能用flamethrower将他给干掉了 那这样的话他既然属性提升了 我们还是挡一下 因为他提升了攻击 打到我们身上是很疼的 再一个co win他应该不会再提升了 当然他即使再提升 咱们的一个frame thrower也足够干掉他了 毕竟火打他身上是super effective 好 来了一个accent 他就拜拜了 他已经是没有盾了的 这个frame thrower肯定能够干掉 他这个儿子 然后他上了是 呦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他就是有地属性的 他有可能是可以把我给震死的是吧 他叫earth power 本来以前是地震 但是现在有新技能earth power 是增加了这个little queen和little queen的威力的 但我觉得那个little queen 那个母的比较厉害一点 是吧 因为母的它的属性偏防御 在1500CP的限制下 偏防御的宠实比偏攻击的宠实占便宜 你看他果然是earth power 变了一下 秒了 但不要紧 咱们toxic quake出来 他换了 咱们肯定是 这个不用说 mutter bump 因为他是臭诱 我们打他是super effective的 这个toxic quake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宠 在这个黄昏碑里面 因为他有这种地属性的攻击 因为地属性攻击打 都是super effective 你看不管是打臭诱 还是打这个little queen 都是super effective 所以我这搞出一个great 但他这种残血也没有问题了 是吧 所以toxic quake 梦魇碑里还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他比较怕那个confusion 但遗憾的是我没有那个儿子 这个儿子那个point front 那个技能是legency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 你要以前留着一个很老的儿子 才会有 所以说我是没办法了 我只能用那个蝙蝠对阵 那个来克制对方的toxic quake 好最后一层黄昏碑 我们的对手换成了新加坡大佬 是吧 这个新加坡大佬 那个也是很乐情 听说Mirror Cup8月份要开始了 也准备那个练习一下黄昏碑 好就我们的手法是一样的 蝙蝠对蝙蝠 这个一个看iv 对吧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看pigback 最后还有一个看你能不能骗盾 是吧 那个shell bait 好 我是等到我的shadow ball 好了之后 我们才点的这个point front point front是被克制的 是吧 如果他不挡的话 我是很亏的 结果我骗盾成功 他挡了 好 那这样的话 他对我们打的话 我们挡还是不挡 我们选择挡一下 是吧 不知道他是用哪个 结果他也是用的point front 那这把我们算是没有占到便宜 但是他第二个放这么快 所以我赌了一把 我觉得他放这么快 应该是抛一分抛一分放毒牙 是吧 咱们没打这一下子 不对了 然后我们却点的是shadow ball 是吧 最后我们这个击中他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没打 他只有最后一个人 他有可能他也是不挡的 结果他不挡 结果被我们一个shadow ball给吃掉了 这样我们就去到mirial match的胜利 好 他换上这个阿罗拉的九尾 那九尾的毛病就是怕毒 是吧 但他的好处是他的是宾系攻击 打到我们这个非属性的蝙蝠 身上是很疼的 这个我们的毒牙是被他挡住了 他估计用小招就可以把我们干掉了 他身上涨了能量 但是我们有一个盾 不怕 好大家看到我们里面 我们的阵容还是有这个clever ball 是吧 当时还是觉得clever ball 这个charm还是不错的 好 结果我们也换上了这个冰属性 然后他这应该是用那个side shock 因为我觉得他的hour lunge 他没有hour lunge 他是有这个ice beam 就我们还是挡了一下 我们深知我们的这个flour last 是多么脆 结果他居然扔上了这个 扔上了一个草属性的 你对着冰扔草 那里还有活络 咱们一个hour lunge直接飞了 你连盾都没有了 你怎么能扔一个草上 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还不如就这个九尾 跟我们干下去了 好 看他这个一个side shock 对我们到底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咱们心里是没数的 哦 结果他又点错了 又用了ice beam 这个新加坡大了 这回有点失水准 怎么样也应该用那个side shoc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却没有点错 是吧 我们选择到shadow ball 蹬的一下子打到身上 基本上把它给摁死了 是吧 好 总之这个这几次练习 我们觉得 这个frolas 这个frolas这个冰鬼属性的 小家伙还是挺厉害的 那还有他对阵toxicroak的时候 他也是克制toxicroak的那个fighting 是吧 所以说觉得不错 他一定要选 那个toxicroak要选 所以最后的六人组 大概就这么初步定下来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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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